北京风光拿下 2022年冬奥会的主办权 北京的各大代表们欢欣国舞 在北京观看现场直播的民众 也响起一片欢呼声 只是现在却出现了质疑声浪 这首由大陆歌手孙楠和弹曲 曾经共同演唱的冰雪舞动 作为深奥系列活动的主题曲之一 被不少网友认为 怎么和这首歌实在很相似 把两首歌拿来比一比 旋律似乎有几分雷同 让网友纷纷留言 这么经典的歌曲也敢抄 但也有人持反对的意见 认为如果把整首歌听完 并不会觉得像 而不光北京申办 冬奥的歌曲被影射抄袭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会徽 日前也陷入抄袭风波 东京奥组委主席日本前首相 森喜郎在吉隆坡做筹办汇报时 否认惠惠抄袭比利时烈日剧院的标志 只是离2020年东京奥运还有五年日本在竹场馆改建进度和经费问题都还搞不定 如今惠惠又再度出包可真说是一波三折 记者综合报道